呃,秋天的景色是很美的,包括是两边的卢北道,看一看,心情是别样的 终于回家了,大家好,我是莫克生 回家第一件事,先给我的鱼补水 这个水不停蒸发,所以说一回来以后,首先补水 OK,基本上一桶水 我原先有一个大鱼缸,太大了,差多有这么大,一米五长,也很高 那个特别特别废水,养的鱼也多倒是,很好看 就是,挺麻烦的最后,然后后来我就换那么个小鱼缸 养些鱼吧,二三十条鱼,看起来也可以,也不错 没事的时候,回头看看它们,心情就会好很多 它也会死鱼,一两个月可能会死一条 但是我要是出门时间长了,二多天到两个月之间 我就会把一层锅给盖上去 回来以后呢,就会发现一些鱼呢,消失不见了,完全不见了,不知道去哪了 我在家的时候,也能看见它死鱼,死了一条呢,因为它有时候,这个,它是有寿命的 到了时间了,它自然而然就会死 还有一些不知道原因了,第二天突然就死了,把它捞出来了 总之呢,有一个这么小鱼缸呢,一个月在家里待的时候 你这个屋子里边,就显得非常有生气 回到家第二件事情 这些,就是我们要泡杯茶喝 泡茶喝 嗯,说实话啊,这个自驾游在外面呢,应该说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风景,人文,历史文化,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是,和家里相比啊,它的收视程度肯定是稍微差一些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自驾游感觉到累的时候,可以回家来调整一下 享受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轻松气氛 喝喝喝茶 喝喝茶 看看书 但是呢,生活之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纷纷扰扰 不可能一直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看到很多网友跟我说,挺羡慕你现在这种生活呀,怎么样怎么样 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吧,家家都有本难念念经 嗯,很多时候呢,德语诗之间的考量,要自己想清楚 而且有时候也不,他也不是说,你想清楚了,努力去做了,就一定会怎么样 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叫顺其自然,还有一个叫不得不为之 就是这样子 总有一些啊,生活中总有一些啊,这个难以化解的矛盾在里面 暂时克服不了呢,就嫌把它放一放 等享受好的解决办法来以后啊,再去办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所以说你该自驾游的自驾游 该享受生活的享受生活 把心态放平和,尽量放平和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龄 应该从容的生活 幽静的去看这个世界 不急不缓 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 未来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是这种观点啊,要把握呢,就把握现在 将来的事情啊,不要考虑太多 不过呢,人要留一手 干任何事情啊,要留一手 所以说你就有回旋的余地 你就会从容很多 当然这个和年龄有关系啊 很多年轻人啊,他就是不顾一切 我先冲冲冲冲冲 他因为对啊,人生还有很多期许在里面 那样做是对的 毕竟年轻嘛 他不怕失败,不怕跌倒 他可以重来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四五十岁 很多事情已经不能再重来了 只有冷静的去面对 找到一个呢,相对合适的解决办法 去处理自己的生活 处理自己遇到的矛盾就可以了 然后也会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很折磨人 折磨完了就算了 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这样子 才可以享受人生 那么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朋友们